大家好,我是维安,尼皮尔主席 今天我要说明的是,在Windows7当你使用档案总管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网址列语可能会有你一些曾经使用过的历程记录 如果你想要将这些历程记录进行删除的话,该如何做操作 如果你想要将所有的历程记录进行清除的话 只要在网址列上按滑鼠邮件,选择删除历程记录 这样就会把所有的网址列上的历程记录进行删除 如果你只是想要针对单一个记录进行删除的话 那你可以透过跟路编辑程式切换到这个计码底下 在这个计码底下就是你网址列的历程记录 例如说我删除其中两币历程记录 那照理说应该就只会剩下这一笔 低帽号一些TapDesk2012这个资料夹的这一笔历程记录 我们重新开启两按总管 会发现说只有这一笔历程记录 那我们可以尝试使用删除历程记录 当我选择这一个选项之后 所有的历程记录都会被清除 而在基码这边 你会看到全部都被清除掉了 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